台湾大选倒数胜不到两个月 宋丽佩竞选总部却迟迟还没有成立 亲民党证实目前正在洽谈租约 将会把总部设立在台北市中正区 邻近台湾领导人办公室 宋楚瑜说这象征着好彩头 大选辩论隔天宋楚瑜马上跟一届座谈 台下有牙医师 钟医师 老宋也化身为大夫要帮台湾把把脉 今天台湾所面临的问题还是这个 就是过游不及 重不得 轻不得 快不得 慢不得 必须要有一个真正的好的医生 好的这些基本上了解到这些病例 才能够对准下药 开药方可得划银两 支持者热情奉献红包 让宋大夫有资源竞选 而靠这些经费 亲民党也将成立竞选总部 集中资源评选战 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在一起共同工作的一个空间 亲民党也好 我个人也好 没有很大的资源 去盖一个很大很漂亮的 所谓竞选总部 是一个工作站 而且呢 也有个好彩头 最近 真的很有自信 这番话不难听出 宋楚瑜的强烈企图心 因为距离台湾领导人办公室外 大约200公尺就是亲民党工作站的落脚处 会处台北市博爱路跟衡阳路口 所以租于还没有签订 亲民党不愿投楼地址 只说是一栋三层楼建筑 使用坪数大约300坪 最快将在本月中旬前开幕 他们也期待明年 宋楚瑜可以换到200公尺外 梦想中的办公室上班 澳洲日前见好彭志华台北报导